港股在7月份上升很多 上升的12%有2195点这么多 就从上2万点的水平 到了8月份就是到了公司的业绩去 那么这一段时间最主要都是看公司的业绩 好像今天飞风空股跟恒盛银行公布业绩 如果他们的业绩符合预期或者是更好的话 股价就会上升 所以这些银行股跟地产股综合企业股 最后就是到国企股公布业绩 所以8月份恒盛指数走势了 就是看公司业绩 不过就是8月份这个升幅肯定就没有7月份这么多 因为升到现在到2万点港股已经到价了 上升空间并不是很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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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